接下來 如果我們希望這個每天都有重複做的事情 那希望就是不要做完之後又重做的話 那該怎麼去完成這件事情 那我們有個需求啦 最好就是說 可以在我們的Excel裡面 直接做兩個按鈕出來 按下它 有點像是這樣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們剛剛做這個Test好了 那我希望在旁邊做兩個按鈕 按下它 把這一個手機的號碼部分 全部都清掉 然後再按一下 又可以把這個公式全部都幫我恢復 那當然呢 需要用到程式 可是這個程式 假如你不想寫的話 其實Excel裡面有比較貼心的做法 就是它可以自己幫你產生這個VBA的程式 那可是要注意幾點 第一個 它基本上是記錄你滑鼠跟鍵盤的操作 所以如果滑鼠跟鍵盤假設有做多餘的動作 它也會產生多餘的程式 所以記得不要亂操作 所以記得不要亂操作 哪怕你只是滾輪滾一下 那錄製聚集的話是產生聚集 其實就是程式 OK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把它錄完之後 一般習慣呢 還會再去看一下這個程式到底產生什麼 然後並且在上面加註解 註解的話是說你回頭看 你會知道說你到底寫了什麼 做了什麼事情 另外的話可以透過聚集錄製 可以間接的學習VBA程式 因為很多人不會寫 那不會寫 你可以透過錄製 累積你的程式的相關的那個什麼 什麼瑜伐 尤其是有些那個什麼 物件你不會用 像我們剛剛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樞紐分析表 用哪些物件 你即便是看官方的或坊間書籍 說真的 你也不見得找得到答案 那怎麼辦 很簡單 錄製修改 就可以重複了 像剛剛做的那些事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 一鍵完成 其實是很簡單 也不能說很簡單 不難的事情 只是說按部就班來 所以你可以通過錄製具體 來學習VBA 那怎麼做 第一個 我們目標是希望 做兩個按鈕在這邊 然後把這件事重複 所以如果你要做錄製之前 一 請你把開發人員打開 那可是這個開發人員 他預設是不會打開的 那你怎麼打開 請你在上面有個箭頭 應該各個版本 只要是2010以後的版本都一樣 上面有個小箭頭 然後你找到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有一個叫制定功能區 就會看到有一個叫開發人員的 這個索引標籤 這個上面就是索引標籤 這個索引標籤必須要打開 打勾 然後按確定就OK了 那這個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開發人員 不過往後 其實這個開發人員 目前還要自己開 不過以後我會想說 這個可能預設應該就直接打開了 因為就以前的版本之所以關閉 是因為很少人會開它 但是未來我發現 現在開期的人越來越多了 所以他說每次你要開很麻煩 應該就直接幫你開好了 而且以前好像我記得 微軟好像也有做一些問卷調查 說要不要把那個Visual Basic 改成Python 對,有這個問卷 我好像也曾經做過 我是覺得也OK啊 但問題好像 曾經有聽到消息說 以後的版本會把Visual Basic 改成Python的語法 來做一些程式 但是好像後來就無期而終了 可能微軟可能考慮到說 如果改成Python 會不會把原來老的那些 使用者就趕跑了 我是沒有這個包袱 反正你改Python 我也是寫Python 如果你改VBA 我會用VBA 反正都OK 如果不會的話 用錄字也OK 反正錄下來 我大概check一下 我大概就知道怎麼寫了 不過不管將來怎麼改變 我看起來應該是不太會改 為什麼 因為比爾蓋茲 他最早發跡就是Basic語言 有沒有他寫DOS 也是用Basic語言 所以我在想說如果比爾蓋茲的影響力還在的話 應該就不太可能會把這個改變 除非說比爾蓋茲他沒有影響力了 或者他不在了 不過看起來他好像還算年輕了有沒有 他雖然已經 他已經沒有在做公司的事情了 可是他還是有影響力啊 就像說台積電好了 你說張忠樓他沒有影響力嗎 對不對 你說郭台銘 郭台銘不是也是卸任的嗎 可是他不是也常常出國不也都 所以你說他只是雖然卸任 但是他有點像太上皇吧 是不是 我不知道啦 我感覺啦 我覺得他沒有影響力嗎 他還是有影響力啊 OK 所以這很難說啦 但目前來看 這個應該不太改 因為他已經32年都是這樣了 突然間把這拿掉的話 感覺好像有點哪裡怪怪的 在頂多是說在旁邊再塞一個Python 有沒有 一個Visual Based一個Python 可是他這樣也很怪 所以他可能考慮之後發現 算了還是這樣好了 OK 那其實VVA我覺得他最大的缺 就是他劣勢是說 你在網路上討論區的程式部分 真的比Python來的真的是少很多 你如果想要找資源的話 比較不容易 因為好像會寫這東西的人年紀都很大 都比較大 都比較大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是出來很久了 OK 所以 好 那接下來如果我要做這些事情的話 第一個 你可能要注意幾件事 開啟這個開發人員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要錄製聚集 然後呢 如果你錄完的聚集 他會放在這個清單裡面 那你寫出來程式 就是放在Visual Based裡面 大概就是這樣 OK 所以你慢慢熟悉一下這個操作的畫面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有個目標 最後還有一個 如果你要加按鈕的話 在這個插入裡面 會有插入按鈕 你可以把按鈕寫畫在這邊 他就可以畫兩個按鈕在這裡 按下他 他可以幫你把它執行完畢 所以待會的話呢 我會教各位 利用錄製聚集 把我們手機號碼輸出部分 變成兩個按鈕 一個是輸出 一個是清除 但是你要錄製之前 請你先彩排一下 為什麼要彩排 因為我剛剛講的 如果NG有沒有 你要重來 最好是彩排 然後最好是有step 一、二、三 照那個tempo 不然的話你會多很多動作 那就不OK了 所以理論上呢 兩個按鈕 都各自有三個步驟 我先做一次給各位看 假設輸出公式的話 是一優標放在一二儲存格 二的話呢 在上面點一下打勾 OK 三的話呢 直接向下填滿 三個步驟 OK 多一個都不行 OK 好 那清除怎麼清除 一樣 優標先放在一四以外的儲存格 點一下一二 然後刪掉的話 怎麼刪比較快 我剛剛有講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然後按Delete 好 這樣子就各三個步驟 可能不好記 不過沒關係 我錄一次 你們盡可能跟著做 Ctrl Shift一下 好 那你說要錄製輸出公式的時候 需不需要把這個刪掉 我跟各位講不要刪 因為你刪掉你要重達麻煩 OK 好 那我們來開始囉 開始之前 優標不要放這裡 放這個以外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假設放在這裡 你再點它 這一行程式不會產生 OK 我們來試一下 優標放這邊好了 放這個以外 所以第一個錄製去期 開始 這叫什麼 隨便給來名叫串接好了 那開始喔 記得按確定 確定等於是有點像開始錄影了 按下快門的 OK 第一油要放這裡 二上面打勾 點一下打勾 三快點兩下 好 完成 停止錄製 記得要停喔 OK 它要停喔 第一個喔 第二個的話呢 以油不要一樣放旁邊 那我們要清除嘛 所以 錄製 確定喔 確定就開始了 所以 三個步驟 一油不要放一二 二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選到底就對了 然後三 Delete 不過可能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不用Ctrl Shift 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用滑鼠選 它記錄下來就固定 在那個位置 那Ctrl Shift向下 它會向下追蹤 就是你將來如果資料多 它就到多的位置 OK 所以建議用Ctrl Shift向下 停止 完成啦 完成之後 接下來要驗證 怎麼驗證 在前面這個具集清單裡面 就會看到有兩個具集 我剛剛錄的 一個是串接嘛 一個是清除 那如果你想要讓它walk的話 很簡單 上面有個執行 有沒有 按一下 執行嘛 有出來了 那如果你要清除的話 一樣 清單 有個清除 按一下執行 沒有了 有沒有 所以你剛剛做不動作 就等於是可以讓它重複幫你跑 清楚 有了 OK 那只是說這樣子執行 還是有點不方便 其實如果放這邊 這樣按執行 那變成你每次都開發人員 然後再切 然後打開 哇好麻煩 所以當然比較方便的做法是什麼 你在這個旁邊做兩個按鈕 比如說我希望有一個叫做串接的按鈕 一個叫做清除按鈕 那你最後呢 可以在這邊按一下插入 看到有個叫做表單控制項 其實就左上角那個地方 會有一個叫按鈕的功能 這個喔 然後它有點像小畫家 你按住它 向右下角拖拉 就可以產生一個按鈕 這邊有沒有 放開 那它會問你說 你這個按鈕要執行哪一個聚集 串接 那我習慣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為什麼 按確定 因為這邊名稱 它不會自動幫你帶過來 所以變成你要自己把它改成 剛剛這個串接 好 按一下串接看看 會WALK 下面再做一個 插入表單控制項按鈕 然後再拖拉一個清除 這邊點一下 把這個字複製一下 然後按確定 並且把按鈕2 改成叫做清除 好 這樣子就完成了 清除串接 所以你基本上沒有做任何事情 那頂多是把 這是動作讓它記錄下來 它就可以幫你把你剛剛的那些動作 都變成程式了 但是你會覺得 到底它幫我寫了什麼程式 我沒什麼感覺 如果你想有感覺的話 請你再到訊息裡面 選擇串接 旁邊有個編輯 有沒有 編輯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看到你剛剛學的程式 那當然那個編輯啊 實際上也就是跳到video base 所以你點這邊 有沒有 點這個 或者直接開這邊 其實結果會是一樣的 只是說這個程式看起來 會又更困難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我講的 這個錄製劇集 有沒有 我剛剛先彩排 有沒有 1 2 3 然後清楚的話是1 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 然後Delete 把它記錄下來 試試看好了 待會我們再來看 到底它幫我們做了什麼 怎麼這麼厲害 跟各位講真的很厲害 而且真的很方便 以後你就不用擔心說 Excel裡面不會寫的程式 該怎麼寫 哪怕你Google查不到的程式啦 所以有時候自己錄就OK啦 錄完之後 當然你要知道怎麼改 就會有需要的程式嘛 所以請各位先 做到這裡好了 記得喔 開發人員 然後 錄製之前啊 先 最好那個 Tempo先列一下 1 2 3 1 2 3 開始錄 錄完之後 再執行看看 最後變成按鈕 按鈕在這裡 找一下 試試看 師傅那個打鍋 為什麼是長載沒辦法變 嗯 嗯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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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